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达人 那美股昨天又再度的大涨 因为殖利率就稳定下来 没有再往上暴冲 美元走弱了一点 然后宿困案也通过了 科技股大涨 也带动台股持续做反弹 当然指数的部分 如我所预料的 就是大概区间 好像中最多涨116 一度翻黑小跌13点 目前入影时间接近12点50分 指数小涨30点 这个波动并不大 但今年我认为是小辛苦的一年 指数它最好 在这边就一路区间半年一年 这是我们最喜欢的行情 因为中小型股它会产生一个 非常好的轮动的行情 只要你能抓到我所说的 我们坚持买的都是精品股 都是买那种数字最爆炸 最漂亮的精品股 当它数字在发酵的过程 股价涨势是非常惊人的 比如说我们全市场买最早 压最重也赚最多的精力科 到目前为止12点48分49分 股价亮灯所涨 451块再创历史的新高 那微买量有大概1170张左右 股价是越走越强越涨越快 那也如我所预测的 我说给大家的策略就是配对交易 如果你有创意 如果你有精心科 你就把它们卖掉 资金你把它转进到精力科 当初这两家公司都比精力科 大概在两个礼拜前 大概都超过150块钱的价长 那我说他很快就会先干掉创意 就今天开盘就450几了 然后抱歉开盘最高是449 就创意今天还跌 现在是415块半 股价算420 精力科现在是451块 两个礼拜的时间 创意500多掉到400多 精力科从300出头 比率飙到451块 原本价差150 现在是颠倒变成精力科 超过他30块钱 这个就是我说的配对交易 所以当你卖他买精力科 你赚到价差 现在价差放口蛋 你现在多涨 是已经赚翻了 另外精心科也是一样 目前股价也跌 475块半 原本股价也超过精力科 150块钱以上 到现在呢 一个451 一个475 这两者价差只剩下24块钱 那我认为干掉是必然的 因为精力科 营收应该 这边也还没秀出来 元月份的营收4367万 二月份也只有大概6200万 前两个月我算一算 大概省益平衡 没有赚钱 但精力科前两个月的营收 换算成获利大概是赚1块 第一期赚1块半 至少就看三月份的 入账的进度 第二期还会再加速 我说会有新的签约 会有第二阶段的 全日间收入要进来 第二阶段往往是 第一阶段的好几倍 所以我们目前合理的概括 第二季的营收如果跳一倍 获利就是3块到4块钱 光第一季就已经比 创意跟精心科更高了 第二季那是海扁 完全车尾灯都看不到 所以从数字上来看 我们知道精力科 一定要超过这两档 只是说两个礼拜前 大家还不信 事实证明 现在有再度验证 郑先生的看法 那精力科就是这波台股 最强的股票之一 而且其实你不是没有买点 2月26号廉价前 礼拜五 我记得那天开D308 马上通知教育成员320挂买进 通通成交 当天收361 当天买进 当天大赚41块钱 之后到381 打下来一次340 挂345再度买进 当天收361 买进了又现赚30块钱 这每一次出手精力科都是大赚 然后34号创382的新高 3月5号整理一下 3月8号再创390的新高 然后礼拜二有整理一下 然后昨天到385 然后今天 抱歉 礼拜四到394 今天尾盘涨停板 已经到451块 451块 这个价格 又是扎扎实实的一个历史的新高 这代表就是说 今天不管你在过去的这半年的时间 我们是从去年9月份 七十几块开始 告诉大家说 它明年会是台股第一强势股 去年9月份我们就讲 那时候股价才76 80 80几 涨到100多 倒退一下 慢慢涨慢慢晃 在过去长达6个月的时间 不管你听我的节目 看我的文章 你买在精力科的任何一个价位 到今天的涨停板 创历史的新高 收在最高点 所有的人都是赚钱 没有一个人是亏钱 表示赵老师 就对得起所有支持 认同我的 不管你是我的网页的粉丝 或者电视的观众也好 或者是我们的交付成员 只要你买精力科的 全部都杀赚 赵老师都对得起大家 那从320块买 到这不是499 449 盘中的时候449 现在451差不多了 大概就赚130块钱 赚了40% 345的到449 也赚了104块 也赚了30% 所以不管是新的成员 或者已经跟着我超过半年的旧的成员 那个获利是已经吓死人 我们当初是买76 到今天的449 450 狂赚373块 其实到451就375了 赚了490% 赚490%是什么概念 不是45% 490% 就是说当初如果说在9月份 你跟着我投入100万的经济科 到现在 你是变成590万 所以我知道很多小资族 每天很辛苦的上班 可能赚个三四万块钱 扣掉开销 房租水电 你可能一个月只能赚个一两万 存个一两万 存个好几年 maybe存个一百万 以这种速度 你说要存到五百万 投机款 换个车 买个房 那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金融市场 资本市场 它迷人之处 就是它永远有无限的机会 当你有过人的眼光 可以看到未来的趋势 或者未来的趋势股 看到未来的数字 你的小资族的成员 赚一百万 跟着我操作半年 已经变590万 如果说你本来就已经 小有财富五百万 跟着我操作经济科 到今天已经变成快要三千万 两千九百五十万 这是真真实实 就发生在我们所有家族成员身上的绩效 它确实就是如此 所以就说当初 平均成员八十六块 一百六十张的 那一位当初在低档买最多的 后面加码的我都没有算 低档股票就已经赚超过六千万 后面才来加入的三百二买 也赚四成 三百四十五买 刚刚说了 也赚三成 而且股价果然超越创意直追金星科 所以现在你说配瑞交易 已经不成立了 因为它已经超过创意了 没有卖创意买金利科的 这个配瑞交易没有了 那金星科的部分 当然你还可以这样做 但其实价差剩下二十来块 这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 所以这个已经变成不是比较目标 因为从营收 从获利跟明年的投变量 跟获利的爆发力来看的话 这两家公司本来就不是对手 那个就是 等等就是靠边站 超车之后 那个就没有要看他们 后面再来就是要比较爱普 比较爱普 爱普呢 目前股价770块钱 今年我相信乐观点 应该有机会赚到两个股本 那市场给它三四十倍的本益比 是因为它有IP的题材 但其实严格来说 它IP的比重并不高 大部分的营收获利来源 还是来自于记忆体 因为今年记忆体价格好 那它又得到 利金 黄虫人 大老板 利基店 他们的support 给它非常多的产能的支援 所以IP的比重本来就不高 所以这是一个题材 但它主力还是在于 记忆体的赚钱 所以其实市场都可以给它大概三几倍 四倍的本益比 但真的完全靠自己IP在赚钱的经历 光今年全力金的收入少则十几块 如果后面新的案子再签个一个两个三个进来的话 今年赚个二几块钱是很有机会的 纯IP的收入本益比都是大概是五十八十一百倍 五十八十一百倍 今年赚个二十块钱 股价都不止 不止应该是这个价位 明年ASIC的头片 我就说大概会赚超过五十块钱 我认为那是相当保守的地步 所以再来就已经不是要看创业精英科 再来是要比较爱普 那是要比较爱普 上面还有谁 上回有力旺 目前812块 但是真正未来终极比价的目标 是3661的事情 目前股价933元 昨天亮灯涨停板 这波最高是一千块钱 今年估计应该可以赚三十块钱 所以去年赚十三 今年赚三十 这波最高一千块钱 我认为股价还有空间 但明年要赚得更多的会是精英科 明年它会是五十块钱起跳 所以先不用比到那么高 我就是说超过精英科 我认为没有问题 因为已经超过创业 超过精英科 大概这两天就会发生 再来就是要目标比较爱普 这行情精才可惜 所以我昨天就在告诉我们的一些会员朋友说 当初从100找到200那叫一倍 每涨100块100到200叫一倍 200到300是要涨五成 300到400要涨33% 400涨到500再涨这100块只要25% 未来如果500涨到600 只要涨两成就有 所以每100块100块在涨的过程 你会发现它越涨越快 越涨越快 为什么 因为其实就现在的股价 100块显得微不足道 所以未来我认为股价 它就是100 100 100 100的往上调整 事实上IP股刚提到的什么 创业精英科 爱普 力旺 世新 其实都超过400多块 那精英科这两天才刚超过400 但其实市场上很多人以前都觉得 我们讲的是天方夜谈 但现在你去问所有的法人圈 甚至你去逐科走一趟 你大概都会听到说 精英科很有可能就是台股 未来这一两年最大的标股 大概大家的看法都是四位数字 所以我想到时候市场就会知道说 我们到底是领先市场长达半年 所以我们的最低成本是低于80块钱 所以现在都已经赚了490% 后面再赚的都是倍数才翻 所以今年教育成员真的就是赚翻 真的就是赚翻 另外点序也非常标 礼拜二收涨6.5% 86块4 礼拜三 跳空大涨亮灯锁涨金95块 再创波段的新稿 礼拜四 也是一样再录亮灯104.5 再创新添加 今天找完最高114 差五毛钱 就差一点亮灯涨金白 目前录影时间 1.02分 股价超过110块钱 创高 高档震荡 完全震不下了 这个就是我说的 他就像当初的天狱一样 天狱一样 买60块半 到114的今天最高点 也赚了53块半 报酬率88% 也就是说明天 抱歉 下礼拜一 再涨一点点 这手道勤来又是一个倍数火力 所以我们不可能每一档 都跟金金科一样 赚个四五倍 但是却常常有赚 五成 六成 七成 八成 到一倍的迹象 这事实摆在眼前 买60块半 写错了60块半 到114 赚了53块半 赚了88% 而且目前NAM的Ctrl IC 严重缺货 或是缺到爆炸 本来就缺到爆炸 汇龙本来就说 这个缺货今年都解决不了 结果三星在德州的厂 好死不死 大风雪 停电 停工 五月前都没有办法出货 超过九成的货都出不了 没办法满足客户 所以缺货雪上加霜 而且整个金元代工 后端金元代工 目前整个都卡住 所以缺货之下还要再涨 还要再涨 那点序非常厉害的是 人家二月份过年 营收都衰退 但历史成长三% 再创历史的新高 这说明了即使工作天数变少 营收还创高 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了价格还在往上涨 而且后面还会再涨 三月份工作天数恢复 营收会在加速往上 更重要的是第二季 连练support他非常多的新的产能 就要到位 所以他到时候 数字真的大喷发 是第二季 数字是大喷发期 到时候单月获利 大致就会超过一块钱 所以你会发现就说 那个轨迹 跟当初我们63块再买天狱一样 本来一个月赚几毛钱 股价喷喷喷喷到三位数之后 发现一个月已经赚一块 喷喷喷喷到 200多块的时候 一个月已经赚一块三了 所以当初我们就说 天狱要赚15块钱 看起来法人目前都是这样沽 但重点是我们领先很久 所以典序就是当初我说小天狱 就是当初的小天狱 今年上修到8到10块钱 以设计股来说的话 你说18 20倍的本应笔 基本上是常态 这个股价怎么会算高 怎么会算高 所以我们买的 都是数字最漂亮的金品股 张老师坚持只买金品股 我说什么叫金品股 就是要有最好的毛利率 最好的EPS 最强的成长性 跟最好的市占率 其实当你坚持买的 都是这种有实质支撑的 数字当它的支撑的 基本面当支撑的金品股的时候 前两个礼拜大盘震啊震啊 晃啊晃啊晃啊 有没有跌 有 金品股有没有跌 有 点序有没有跌 有 但那是给你买的 它跌也跌不了多少 你有把握那个买点 你现在都赚了大概超过三成以上 因为事实一再的证明 这次也一再证明 当行情震荡完了 过去之后 这种金品股常常都是领先创高的 点序如此 难道金品股不是也是如此吗 全台股最强势的股票 几乎都在我们的手上 都在我们的手上 那我也说 再来 我就陆续准备 全新的 数字非常漂亮的金品股 那目前准备两档 都是我认为 从这两天其实已经开始在发动 下礼拜未来这两周 很有可能是从这个三月 大概中旬到四月之前 最强势的标股 因为他们都有同样一个特色 就是他们都有最棒最棒的数字 当后盾 那法人当被我们提早进场买进 然后当被我们引先市场做布局的时候 法人一发现说 哇 赵老师的这些股票数字都这么漂亮 我们追加力道会非常强 那昨天先布局了第一档见证股 今天已经第二根涨停板 第二根涨停板 股价创高 那这家公司跟某一家大厂结盟 它的营收数字 获利数字 毛利数字将会一路向上 会一路向上 这会是一档非常标的股票 那我认为 其实我们都没有要求很多 就是一个波段 只要平均能超过三成 三档股票就一倍 所以这个第一档见证股 已经连两根涨停板 然后第二档正开始买进的 我把它称为点序第二 点序第二 股价创短高 短高 量刚上来 这是一档一定要买的全新的金贫股 就像我说的 我坚持只买金贫股 所以我说 如果你看我节目很久 或者你看我文章也很久 那我想你一定很认同 我们坚持买金贫股的理念 所以呢 我要号召几位见证者 如果说你认同 我说的有数字 就是有题材的金贫标股 你非常认同 郑老师的选股的这种观念 事实上选股选出来的股票的水准 我想市场有目共睹 然后我们坚持做好股票的波段行情 而不是什么当冲隔日冲 那些我从来都不搞 有很多人可能打电话来说 那请问张老师可不可以带着我做当中 我说我一律不这样做 所以如果说你认同我们 选有数字有题材的金贫标股的这种观念 这种理念 那我号召见证者 我们开放两天会有见证者的优惠 那仅此一次 那希望大家好好把握 等会我们再聊一下股票 好欢迎回到现场 那不管任何一个类股 我们都是从数字上去左手 去选出最强的金贫股 比如说45G的军芯 工具G的零主界 昨天分盘股价超强 现在尾盘已经涨到184块 也涨了6.3%左右 已经来到183块 也涨了6.3% 但APS1.1远大于大英伪 安川 库卡 ABB 机械大厂订单 都是主力客户 全球最大厂也在认证中 今天要赚15块钱 本英米远远落后 上盈大英为雅德克的三四十倍 这股票关出来 精彩可及 因为数字就是在那边 它就是告诉我们说股价是超级低 前几天买进了双提材的大标股 8开头的8431的会赚科 礼拜四涨9.6% 今天我来不及做资料 今天早盘最高来到91块6 也非常的强势 股价也是创波段的新高 因为它除了Apple订单 有全新车电订单之外 下半年有Intel订单第三季要出货 去年赚3块 上半年会赚3块半 Intel订单未来爆发力非常大 今年至少要赚8块钱 而且Intel订单未来只要出得顺 后面就有机会跟建策一样 当它初步拿到AMD订单 后面越出越多 股价从几十块钱 涨到三四百块钱 所以今年赚8块钱 本亿比只有十倍出头 上下20倍的话 空间是相当大 所以今年是一个大爆发的一年 会赚科 Intel相当有机会 可以让股价做一个长线的翻倍元素 更重要的是我准备好 全新的点序第二 就是我说的金鸣股中的金鸣股 所有数字都向上爆发 这是一定要买的金鸣股 所以前面的你没有跟到 新的金鸣股你不要错过 所以我号召见证者 只要你认同我的有数字 有题材的金鸣股的选股的理念 开放两天 号召见证者 只要来电都有见证优惠 那仅此一次 希望大家把握 重点是不要错过下一档 大标的金鸣股 号召见证者 请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是大超顺利 终于欢